在 IB 授權的時候 他除了要有一個對外主要窗口之外 更重要要有三個負責核心課程的老師 來針對這個核心課程進行老師的師資訓練 還有學生advised的配合 所以這三個核心課程甚至都要寫成使用手冊 那這個核心課程呢 他東西好多好多 但今天請這三位coordinate 來跟各位做簡單的五分鐘的分享 我們要先請最重要的計分 但沒有他們必不了解的Cost Coordinate 我們的Vivienne老師來介紹什麼叫Cost 好大家早安 那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大運國際高中 我是Cost Coordinator Vivienne我是崇恩 那我本身是體育科體育老師 那我在受訓這個Cost的時候 我會讓你們用很簡壯很快速的方式 了解我們整個Cost的精神 以及我在受訓和代理同學們 中間可能有夠的感想感受 好這個是在Cost Guide裡面所說的 如果你真的相信一件事情 你覺得你很好奇 你除了用想的用寫的 那你要去試試看 所以Learning while doing 就是從做中學 是Cost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精神 很簡單 但是有時候我們現在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好像是少了一些實踐的經驗 所以也許他在過程中會失敗 但是是一個很好的事務學習 所以等一下會提到反思 在Cost中會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人數 好 那你可以看到Cost is the heart of Dickey 我們的Diploma Program 然後呢我們是由CAS Creativity Activity Service 這三個主要的核心概念去創成 有一個有意義的經驗 透過他們的經驗還有反思 讓他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或者是讓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好 聽起來非常的理想化 我一開始受訓的時候也覺得 哇這麼理想化 就是到底要怎麼達成 但是我覺得ID是一個很有系統 我受訓完發現 為什麼在國外的教育 他真的非常注重客外活動的經驗 他除了希望你的學術到達一個能力 他還會以你的課外活動去看你的特質 所以這個部分等一下也會 如果你是有興趣的 也非常非常需要家長的支持 因為也許你可能會遇到 不管是小孩還是家長 也許你的小孩太投入某一件課外活動 你會跟他有點拉扯 或者是對 或者是不一定是小 可能小孩他真的完全投入 他又跟科研沒有辦法達到平衡 所以在這個中間 我等一下也會稍微提到 我們可能會如何跟你的學習 是做連結的 不是做一個衝突的這樣子的關係 好 OK 那我這裡就簡單介紹 我們有creativity 就是創意的部分 那我們像我們DPY的學生 Wincy他們JJ 有人做Drama Club Wincy就是戲劇社的社長 他也跟馬來西亞的同學做了很多線上的會議 他線上的活動 那也有同學 我們其實DPY 雖然只有五個學生 都是社團的領導者或核心人員 他那有吉他社的副社長 他有跟他整個吉他社做了很多活動 也有熱衣社 然後他組了一個band 然後做了很多的台演 還有表演 好 所以就是屬於creativity 應該蠻好理解的 好希望他們有這樣的元素 在他們的高中生活裡 Activity 是Physical Exertion 就是你需要有身體活動 為了你的健康 好 為了你的健康 好 所以有Healthy Life Style 所以屬於體育活動 或身體活動類的 我們都希望他在這兩年 可以有平衡的狀態 好 那像我們的學生呢 在DPY的學生 他有參加排球隊的 記錄了他如何訓練 然後參加比賽的歷程跟訪思 也有現在準備 應該這個週末 是不是在筆鐵人三下 EAN 對他好像這個週末 就準備在台東筆鐵人三下 那他有一個目標去執行 那個就是Activity的部分 那Service就是服務的部分了 那我們可能高一的時候 有帶學生去參觀動物收容所 然後他們可能有人 原本從很怕很怕狗的 現在練習 他可能關心他社區周圍的一群小狗們 然後開始練習 跟動物互動 然後有餵食 讓他們比較有舒服的環境 也有同學參加了Cook or Homeless的活動 就是讓他對街友很感興趣 他想要了解他 他想要進行個訪談 那他前面就先跟著機構參加這些活動 對我來說都很有意義 而且學生在這個過程中 對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我待會會介紹一下 為什麼他會跟學習有連結 我們透過我們的學科的學習 還有Cast的學習 他會產生一些有意義的對話 有意義的討論 然後更重要的他會有實際的經驗 所以他會透過這樣子的過程 讓學生可以挑戰自己 挑戰跳脫舒適圈 去嘗試真的去執行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也鼓勵他跟他的學科連結 或他的自己的技能 他喜歡英文這一科 他也許可以做一個Tutor 就是做小孩子的家教等等的 讓他們去知道說 為什麼我要把這個學科學好 我這個學科是如何應用在這個社會上 或是我可以應用這些東西 如何去幫助別人找到自己的價值 所以我們每一個活動都會跟整個VT 整個我們的IV老師都會討論的 像剛剛的影片你們有看到我們有去和言所參觀 我們也有去歐來得 那都是家長們提供給我們的一些資源 對非常感謝家長們 我們還有十幾個點都還沒去 所以之後會有學生自己做規劃 那和言所跟歐來得我們不是說 老師安排好我們就出發 我們在前面大概一兩週 課程都會有 我們是跨科合作的 我們在社會科 老師們會出SDGs的相關的課程 然後學習的內容 公民那個時候可能有探討到公投 那時候剛好公投 就是合能的公投的問題 那數學科有跟他辦出來一起的問題 對體育科有一些問題 那所有的老師都是在參訪前 都會做一樣的這個扣合的這個 我們課外活動的主題 讓學生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歷程 對不是就是 欸單純帶出去走走看看就回來了 對那之後希望他們可以做更多的 反思的這個歷程 好 那我們因為我們的Core 是Cast、TOK和EE 然後我們整個扣合在一起 就是IB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我還在慢慢的了解 但是我會發現說 為什麼他是核心課程 因為他們有很高的相關聯度 我們會透過Cast把自己的經驗 自己的知識 傳達給別人 或傳達給社會 我們分享所學所知 我們貢獻自己的價值 我們貢獻自己的價值 Cast是這樣子的歷程 那我們都會透過這些主題 有Ethics、Integrity等等的 那Cast很重要的 是TOK跟E裡面 很重要是Critical Reflection 你必須要會思考反思 合作 解決問題 這些主題 他不管功課好不好 我相信他在之後出社會 都是一樣很重要的特質 他是不會 對 他如果有這些特質 他是一個很棒的人 對 他會在他之後的工作環境 或是生活的環境 他會活得很有價值 好 那就簡單說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裡也是 Cast是一個扣合 他們所學所知 展現他們以前 所獲得的能力 在高中式的 自己把它展現出來 好 OK 好 那這個Cast Stages 我們就是透過探索自我 準備 了解自己的性向、興趣 然後透過準備的過程 進入行動這一個Root 然後會一直循環 在他們整個三年 會一直這樣子做循環 那很重要的中間 他會有一個反思 他說 雖然學生想說 為什麼我每件事 都要一直去想我 我到底做得好不好 中間有什麼要注意的 我未來可以怎麼做 但是這個歷程 其實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也一直在修正 我自己的方式 一直思考 如何給學生更多的空間 讓他們去發揮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在Cast的部分 好 那最後 應該是一個影片 很短的影片 那在高1回DT的部分 老師會慢慢的做引導 但是希望可以慢慢的放手 給他們自己做規劃 高2 DT1 DT2 就是老師真的就是放手 給他們自己做 那其實他們也成長非常多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是很有趣 而且很感動的 我們再等一下下 好 那不關心他在放影片的過程中 我們還是把影片的字先陳述出來 他是寫說 我們學校跟學生都必須要投入跟學科學習一樣的重視的程度在Cast上面 對 就是我們要取得一個平衡 但是兩邊都是需要投入努力的 然後希望學科學習跟Cast是相輔相成的 那我們也希望大陸國際高中的學生 IP的學生可以透過我們Cast的領導 變成比較可以在國際上可以同意別人 有國際情懷的功名 好 那沒關係 我們的影片目前放不出來 我介紹的部分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他只是最精采 最精采要從學生真正的表現裡頭 讓你們看到他們能力的展現 那接下來我們就到 跟寫學術論文很重要的EE跟TOK 那我們先請EE Coordinate Karin Hello everyone I'm the EE Coordinator in 大園 My name is Karine 我是大園的連聲論文的Coordinator 我的名字是Karin and today I want to thank our Head of School and our DPC and our students here because they already introduced EE for me so basically I'm not going to repeat those things again I will give you a little quiz 就是因為剛剛校長啊 還有DPC還有學生的影片裡面 其實都已經有 我部分有介紹完延伸論文的內容 所以今天我就不要再轟炸大家了 我就很簡單的問幾個問題 然後看大家有記得多少 所以因為我已經有中文在上面 所以我就不在醉述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問題呢 so next one the first question is the first question is is extended essay a required subject in the IB program 我想要請問一下家長們 或是學生們 或是前排的老師主任們 剛剛有沒有仔細聽 so anyone can provide BMS yes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it's a required subject 它是一個必修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說IB 你沒有寫這篇論文 你就會拿不到最後的 diploma thank you and next one the second question is how long should EE be and we have some choices here it's a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our students may think oh this really it's a rare opportunity to do a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 呃 因為我們平常選擇 其實非常的少 所以現在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我們做選擇 大家可以比較輕鬆的 來選一個 你覺得這篇論文大概需要幾個字 any volunteer Ding Ding yes thank you so much yes excellent you chose me because why did you choose this oh wow you have very good memory yes four thousand words but that's the maximum word count so 不是要寫超過 是四千次以內就好了 有沒有比較安心一點 所以這大概三千五到四千 那我們其實 db1的students 也已經 開始在做這個process 所以他們已經在做 普通手的部分 他們可能會在大概一年間 會完成這一篇論文 and actually the students we do not offer courses courses will not be offered for EE because this is then independent work for the students 所以他們要自己利用課語的時間 去完成這一篇論文 沒有課程 所以老師會在課外的時間 會跟他們做一些會議 informal 或是formal的meeting 會幫助他們在在過程中 找到他們學術他們的興趣 來寫出這一篇論文 next OK OK The last question and it's a big one what is an EE about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write about an EE can you imagine what you're going to write for an EE any anything what about writing about my pet my pet dog no so what's the score 那寫的範圍雖然可以寫你有興趣的東西 但是可能要寫一些跟什麼 yes thank you it's an academic work so you have to write about your subject so the subjects you're interested in 你對他有興趣的 subject 而且可能我們剛剛還記得了 剛剛我們的蔡愛友說 你們的課程有分兩種level 一個是standard level 一個是higher level 你覺得你們要寫哪一種level的 課程 比較扣合這個 higher level exactly why because you are interested you'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and you have more knowledge about the subject to support your argument 所以為什麼要選 high level 因為你會比較足夠的知識量 去支撐你寫這樣的論文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guys have really good answers so I think that's it Congratulations I think you've got the main point of extended essay but talking about an EE is very easy but doing it it's really difficult you can look at Winsey she's now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n EE give me one adjective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so far 行動詞 現在這樣的對於意義的感受 一些自憾 should i be honest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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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one word tor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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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fun 但是我覺得那個經驗很好 他們之前寫過一篇兩千字的作文練習 他們就會知道在真正的ID的時候 他們需要寫四千字的時候 他們遇到的那些挫折 還有他們中途遇到的困難 他現在都非常清楚 他要怎麼樣去克服跟去做準備 所以我相信這一次的經驗 會比去年的會平順很多 然後其實他們都是非常認真 我覺得寫意義的話 最主要就是考驗你的self management skills 他不是要考你什麼多厲害 在某一個學科裡面 他是要看你能不能在這個過程當中 按照按部就班的 營定出自己的研究計畫 一步一步的去實現它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能可貴的機會 可以在高中做這樣的練習 OK 那that's basically everything from my current thank you very much 我們要去教練留在場上 因為接下來我們的T.O.P. coordinate 也是要全程使用英文 但是我們請E.E.老師剛剛做一下分析 OK 那我們今天要歡迎Charlie I'm going to go ahead to Charlie the TOK coordinator of our school Alright let's begin This is going to be very quick Theory of knowledge at a glance So this presentation is going to cover three topics What theory of knowledge is It's importance and the course requirements 我的這個報告裡面會包含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T.O.K.的內容 第二個是它的重要性 最後就是課程的要求 Alright so what is T.O.K. T.O.K. is an IB course that every IBDP student has to take which means this is compulsory there is no exemption from this 那T.O.K.在 IB裡面呢 就是每一個IB學生都一定要修的一門課 也就是說沒有人可以庆免 It's main purpose is to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what ar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refer to the ability to assess and evaluate information to arrive at a sound conclusion 第二個思考能力包含我們怎麼樣去獲取知識 然後去評估那個知識的可信度 以及如何做出一個有效的結論 In T.O.K. you will be presented with questions about knowledge with no single definitive answer 在T.O.K.的課程裡面呢 你其實會遇到很多的問題是沒有單一個標準答案的 Because in real life there are so many questions that have no single definitive answer 因為在我們的現實生活當中 就是不會有這麼單純有一個正確解答的問題 For example to what extent does someone's language reflect his knowledge? If someone is really good at English Does it mean that he is really knowledgeable? 所以呢舉例來說一個比較經典的T.O.K.問題就是 在何種程度上語言可以反映出我們的知識 所以如果你英文很好的話代不代表你就是一個很知識淵果的人呢? 那這個科目的重要性在於哪裡呢? 在於他可以提供我們免於受到訪言的操弄 他會給我們一種保護的能力 而且你也可以在你的人生中做出比較好的 選擇 All right so what are the students There's one more before we forget So this is one of the skills that no robot or computer can just automate Making it as one of the top skills needed in the 21st century 同時這些能力其實也不是機器人或電腦可以取代的一種能力 也就是為什麼它是我們21世紀裡面所需要具備的能力 很重要的能力之一 So what are students going to learn in this subject and what are the course requirements? 那接下來我要談的是這課程到底是要上什麼以及它的課程要求 Basically students don't have to learn anything new in terms of content But instead, they have to think critically, answer convincingly 在這一堂課裡面學生不會學到新的知識 而是會訓練他們的批判思考能力 還有說出有說服力的結論 And this is where we make connections among all subjects at school 這也是為什麼它可以把所有學校裡面的課程串連起來的原因 它是一個跨學科的一個能力 So what are the two big assessments in TOK? We have the TOA exhibition which accounts for 33% of the total grade And the TOK essay which is 67% of the total grade 那 TOK會怎麼樣被評量呢? 就是學生主要是透過這兩個評量方式來被評量 第一個是 TOK的展覽 第二種是 TOK的論文 所以它在 TOK的課程裡面也要寫一篇 字數比較小的論文 那他們佔的比例就是如上所示 33%跟67% All right in the TOK exhibition Students will have to select and answer one of the 35 IA prompts And come up with three objects That can best show how TOK is part of our lives 在 TOK的展覽裡面 學生其實就是要需要從三個 35個問題當中選出一個來做解答 他解答的方式就是用三個物件 選出三個物件最能夠展現出 就是TOK跟我們生活的關係的一個物件 來去詮釋這個問題 And for the TOK essay we can do this The TOK essay involves the writing of an essay with a maximum of 1,600 words and this must be completed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David programs 那 TOK的論文呢 其實就是一篇不超過一千六百字的論文 那它繳交的時間會在VP2的時候要繳交 All right lastly, what should students expect in this class? They should expect a lot of discussions, debates, reflections and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學生會在這一堂課裡面做什麼樣的學習呢? 他們需要做很多的討論,辯論,反思,還有各種的比較 And students will be expected to have an open mind to respect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points of view And to question knowledge from anything or anyone including experts 學生同時也需要有一個開闊的心胸 而且他要尊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觀點 並且能夠質疑所有的知識,包含專家的知識 And I'd like to end my presentation by sharing with you some words of wisdom from Aristotle Who once said that 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know, you don't know 我想要用這樣的一個名言來結束我這一次的報告 它是來自於亞里斯多德的一句話 我知道的越多,我就知道我知道的越少 But then,Francis Bacon said that knowledge is power 但是同時培根也說知識就是力量 That would be all, thank you 謝謝